今天是2021年11月6日 读经运动的经文是阿摩斯书7到8章 鼓励各位把这两章经文读完 盼望各位在读圣经时 真是领受到神话语的宝贵 经历诗人在诗篇中说的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在思想上帝的话之前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当我们打开圣经读你的话语时 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谦卑的降伏在你的话语下 愿意顺服跟随你的引领 让你的话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天父上帝 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 所以求你保守我们 愿意顺服你的心志 跟随主耶稣的榜样 顺服到底 求你除去拦除我们专心 思想你话语的一切事物 奉主耶稣圣名求 阿们 阿摩斯书7到8章 读经运动的主题是 上帝的忍耐 在旧月时代 上帝在意象中向先知显现 要传达他的旨意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中记载 上帝使先知阿摩斯看见意象 第七章的开始 所看见的第一意象是 蝗虫吃进那地的亲户 第二的意象是 神命火来惩罚以色列 火就吞灭深渊 险些将地烧灭 但是 当阿摩斯先知 求上帝饶恕他的子民时 上帝收回他的心意 后来上帝又指示一件事 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 主手拿准绳站在旗上 准绳是一根末端有铅或石头的绳子 是用来确保墙壁是垂直的 当上帝将准绳放在以色列中 显示出他们歪去了 他们不只是偏离了上帝的话 他们甚至拒绝上帝的话 经文中我们看见 伯特利的祭司 亚马歇对阿摩斯说 你这先见 要逃往犹大地去 在哪里污口 在那里说预言 却不要在伯特利 再说预言 第八章二节 耶和华说 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因为以色列明当时的状况 可以说是最大恶极 吞吃穷乏人 使困苦人衰败 不守耶和华所定的结局 只想用诡诈做买卖欺哄人 好用银子买平潭人 用一双鞋换穷乏人 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 八章十一节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他们必漂流 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 往来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 上帝是公义圣洁的 虽然因着他的慈爱 他会收回原本要降法的心意 但是他圣洁的本性是对罪恶毫无妥协的 他的公义是不容喜贫寒穷乏的人一直被欺诈的 有一天上帝将宣告 日子将到 结局到了 圣经以赛亚书55章6节告诉我们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 我们不要等结局到了 我们往来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 因此 趁上帝还给我们机会 赶快悔改吧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 付上最宝贵的代价 就是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战胜罪恶的权势 他也赐我们权柄 能战胜罪恶 只要我们信靠他 听众们 你是否在罪恶中打滚 来求告神 求他给你力量 战胜罪恶 你是否已经相信主耶稣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正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不要再拒绝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一起打告 谢谢天父上帝 今天借着阿摩斯书提醒我们 日子将到 机会不是一直都有 求祝你帮助我们 懂得珍惜机会 还能悔改时赶快悔改 免得结局到了 就不再有机会了 也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天过圣洁的生活 奉主耶稣圣名求 阿们 听众们 我们下次再会 愿上帝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